我在早年出家 我33岁出家的 35岁受戒的 佛门里面归去 受完戒去拜老师 离开戒坛 回去之后拜老师 我的老师是居士 不是出家人 李炳南老居士 我的经教是跟他学的 在佛法里面来说 我们的关系 我称他做和尚 他是我的和尚 所以诸位要下的 和尚这个称呼 出家可以称呼 在家也可以称呼 比修妮可以称呼 在家女居士也可以称呼 这是印度话 意思是什么呢 翻成中国意思 清教司 你的法是跟他学的 他直接知道你的 这个人就是你的和尚 所以佛门 所以佛门的称呼 一定要晓得他的意思 一说和尚都是出家人 错了 你根本就不了解和尚什么意思 出家人是比丘 比丘尼 这个在家人不能称 注意要知道 和尚能称 法师能称 阿西里都可以称 是佛教名词都可以称 只有 沙米 沙米尼 比丘尼 比丘 这个一定是出家人 这在家人不能称 所以诸位从称呼上 你就了解 佛法是私道 这不是宗教 和尚是老师 清教师 现在的时候 大学里都指导教授 学校老师很多 不是亲自教过我的书的 不称和尚 要称二十里 就是我们一般讲称老师 指导老师 跟一般的老师不一样 他是我们学校老师 没上过我的课 所以有分别 通称法师 法师未必上我的课 我未必跟他学 但是称和尚呢 那就是一定是 你跟他学的了 这位老师 关系非常密切 称阿瑟尼 那是很尊敬的称呼 虽然他没有教我 但是他的德行 他的学术 行持 都能做我的榜样 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一直以来